男丁格尔女士曾说 人生就如蜡烛 生而为人就应该守本分地燃烧自己 照亮别人 怎么能懈怠呢 家底有没有遗传疾病 大学要打那边器材 有没有 看一条出来 这都在整个围住的 大学要打那边器材 宣誓与精益至诚 在市场及同学面前宣誓 在市场及同学面前宣誓 学习勇敢 学习勇敢 接受挑战 终于鼓励专业 读书的时候 我们一群好友都是相约就说 以后我们要上班的时候 以后我们要到急诊室 到家户病房那种困难度很高的地方去照顾病患 不畏有损知识 不去不活不永有爱之药 不去不活不永有爱之药 恢复各爱及家属之隐私权 恢复各爱及家属之隐私权 维持病人生 不离专业之忧准 那时候刚开始会认为说 那是一个会让我们有成就感的地方 过程会很辛苦 在学的过程很辛苦 但是我们会认为说 我们既然已经考到的护体师这份职业 我们会想要就是让自己呢 真正的在这一块有贡献 谋求照顾病患之不治 谋求照顾病患之不治 今世 台湾健保制度很好 但是却也造成了医疗护士人士不够 必须常常多加班 那么使得护士慌之外 可能护士的性命都不保 我要再一次的强角 提升护士人员的福利 改善人力的配置 使护士比例更合理 职场环境更友善 这是政府职务旁贷的工作 工时长三班制 工作五六年 就选择转行的护士 还不少 就说要改善护士比例 那另外一个呢 改善我们的劳动条件 那这护士福利局都听到了 我们会好好去做 等于是总统在大家的面前 跟我下了命令 那我们当然是需要把它做好 我觉得上有政策下午 包括医院一旦评鉴的时候 医院做什么事 医院关病房 提高他的 这个护士人员的比例 你就做假了 是啊 这种情况普遍吗 你可以问现场大家 很多 是啊 你说连评鉴人员也知道 评鉴的长官们来都知道的 因为他们医院也要评鉴 所以他们都知道 很多人问我说 是什么原因 让本身职业是医师的我 来拍这部片子 在上班的过程当中 我看到很多护理师的脸 是压力很大的 是生气的 是体力不支的 但我不知道是什么原因 让他们过得不愉快 于是花了三年多的时间 藉由这部纪录片 去寻找我心中问题的答案 您会让父亲